好 到期跟教室收二海外赛的先发投手已经确定了 在第一站是有Glasson要碰上打笔收友 对 这是混血王子大联盟生涯 第四次要担任开幕战的先发投手 追凭田中降大的日本记录 至于在第二站要上阵的山本游身 有一点点可惜没有办法跟森拜同场较劲 不过也已经蓄势待发 教室今天春训热身赛对上水手是头打巨佳 团队猛敲十七只安打十三比三大胜过关 先发投手打笔收友 主投四局被敲三只安打掉一分调整状况还不错 也被球团赋予了单纲韩国首尔海外开幕战 先发投手的重责大任 对此混血王子也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打笔收友大联盟生涯第四次单纲开幕战先发投手 追凭田中将大所写下的日本投手记录 到时候将会对上到齐修赛季交易来的Telegress Now 至于山本游身虽然没有办法跟前辈上演日本投手对决 也会在韩国海外赛的第二站等板先发 迎来大联盟生涯正式首修 到时跟教士两大国联重金部队对于海外开幕战都叙事待发 至于美联的邪恶帝国阳机则是传出坏消息 当家王牌Gary Cole右手肘不太舒服将进行MRI核磁共振检查 上个赛季风光摘下美联赛养奖 Cole绝对是条文军最仰赖的先发投手 如果手肘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 对他们的战力势必会有重大影响 最后在关心台将们的表现 效力海盗的郑宗哲对上红袜在七局下替补手背上阵 八局上打击是吞下三阵收场 日升赛至今打击率两成五零 至于效力响伟时的林家镇 面对运动家在八局上半上场蹲步 九局下打击是获得畜生球保送 随后也回到本类得分 但很可惜球队还是以五比六输球收场 我来听台综合报道 好 听了这么多访问之后 要来关心韩国好手今天在大联盟春勋的表现 Baseball is stretching far into the globe Chan Ho Park first Korean to play in the major league Swung on and missed Chan Ho Park the strikeout king of the 2000 Dodgers They are pitched out on strikes for a strikeout for Joe This fastball appears faster than it is Young Hong Kim He was almost unhittable Two of the three Sun Woo Kim Swing and a miss fans Bernie Williams And Joon Kyung Bong outstanding I'll tell you what Bong right now reminds me a lot of Jay So from Gwangju South Korea Strike three call So with back to back strikeouts Dai Sung Koo Oh he rips one into right center field This is the greatest kick in his life The right-hander South Korea Strike out for Jay Kuk-Yoon Back to back strikeouts A lot of K's for KK Yin Jin Ryu This guy's an ace There's no better pitcher in the game like Ryu And what a perfect way to end it And what a perfect way to end it Giddyup It is gone Dai Holy Berry RefSnyder The first career walk-off for Rob Refsnyder Deep Man Joy Wats it off here in the 12th Gone The first career home run for Hoi Park Again it's deep and again it is gone His second homer tonight He got the heater he wanted and he smoked it He's up joy begin Hasan Kim Wats it out We'll wait for him at the place Time to celebrate 好看完大檸檬之後 要來關心的是謝國成杯 這個月底要在台東進行 是集結了全台各地 少棒跟青少棒的好手 對這場比賽冠軍隊伍呢 可以代表台灣去參加世界少棒錦標賽 那衛冥軍龜山國小已經做好萬全準備 目標只有一個 一百一十三年中華電信謝國成杯 全國少棒青少棒錦標賽 即將於三月二十三號 在台東縣揭開序幕 參賽的十三支少棒隊 二十支青少棒隊 將齊聚東台灣 爭奪全國最強的名號 更要爭取世界少棒聯盟 亞太區錦標賽的資格 希望以台灣為出發點 進一步挑戰世界 謝國成在少棒的規模來說 是所有少棒教練或是選手 最向往的最高殿堂 球員就是需要舞台 那他有更多參賽機會 跟不同的環境去學習 在他在球技上跟他往後的成長過程當中 都會是不錯的一個很好的經驗 龜山國小去年奪下謝國成杯的冠軍 並且在世界少棒錦標賽 榮獲第三名 不只是教練 領導友方 幾名年輕小將對於去年的回憶 依然是歷歷在目 更想藉此勉勵學弟 搭出屬於自己的比賽 並且相約美國再見 希望學弟們到那邊能 展現最好的自己 不要緊張 我每次機會 然後訓練認真 然後保持對棒球的熱忍 然後不要留下任何遺憾 中華電信謝國成杯錦標賽 將會各選出一支少棒 與青少棒的球隊 前進美國密西根州 參與世界少棒錦標賽 究竟最後錄死誰手 是誰能搶到廢往美國的機票 激烈賽事記得鎖定未來 一起支持熱血的棒球少年 未來體育台採訪報導 台灣全級女將陳念琴 傳出好消息 在意大利所舉辦的奧運資格賽 女子六十六公斤級的賽事當中 陳念琴一路過關斬將八強賽 以完美的五比零 擊退烏克蘭強敵 晉級四強的同時 也確定摘下巴黎奧運門票 獲勝當下陳念琴相當興奮 因為這張門票真的得來不易 從一開始來的時候 實際上那幾天念琴就有點感冒 這次好事多猛 開始你看我們一來就確診了 我們開始進行所有的隔離 我們生活其實我很擔心那個念琴 念琴 我們當初感冒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不良 感冒再加上手部救傷 面對種種不利因素 陳念琴都一一克服 聖涯即將第三次戰勝奧運舞台 而這一次的目標可是相當明確 拿下參賽資格只是個開始 陳念琴跟教練柯文明都知道 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更遠大的目標 接下來會開始更加辛苦的訓練 要站上頒獎台 臨取夢寐以求的奧運金牌 YT在這段報導